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一个宣教大会上 圣灵感动许多的人奉献金钱 帮助在国外的布道工作 有一个十岁的孩子 名叫做亚历三大达福 他受到了很大的感动 可是他没有钱奉献 于是他请那收奉献的人 把盘子放在地上 他就站在盘子上说 神啊 我愿意奉献自己 从那一日起 他就预备自己做个宣教士 后来他果然成为神所重用的宣教士 什么是信心奉献 就是预备自己将来奉献给主 我们都是自己够了 多余才给别人 这一种的私欲是不需要信心的 如果是按照我们收入的比例奉献 这个我们已经成了习惯 就不容易学会信靠神的功课 更不可能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有时候神要我们先预备将来的奉献 就是在没有可以奉献的情况中 仍然愿意奉献 并且继续的预备 这才是信心的奉献 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 要他们在立场的奉献之外 开办词汇的事工 就是要用财务去帮助 其他教会有需要的信徒 他们自己应许要用一年的时间来募款 结果他们完成了奉献 保罗就称赞他们这一种信心的奉献 信心的奉献原则是 少重少收 多重多收 我们有多大的信心 神就赐给我们多大的恩典 叫我们所应许的捐资可以成就 有人常常引用 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说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 用之来解释 我们的奉献 好像没有定数 只要照着个人自己的意思 其实这句话 不是为了立场的奉献 而是指特别的信心奉献 我们对教会立场的奉献是本分 是应当交纳的 这个不叫做信心奉献 保罗根本没有在纳米提到十一的奉献 因为那是一般的信徒都知道 要为自己的教会提供经济的责任 按圣经所言 十分之一是旧约的标准 在新约 我们所有的都是属神的 我们需要多少 才从神那里拉来用多少 信心奉献是在此之外 为的是操练我们信心和爱心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 我们的教会经历了神特别的恩典 能够在美圣这个地区 完成了两期的建堂工程 第一期近两百万美元 五年后就还清了 第二期扩建近三百万美元 也是完工后两年就还清 这就叫做信心奉献的学习 能够让我们亲眼看见 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就要夺去 这个应许的成就 感谢神 愿神祝福你 谢谢